大家好 我是Liu 今天來看不列顛對上瑪雅的對決 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瑪雅跟不列顛都是我最愛的工兵文明 一個是工兵跑得很快又便宜 然後一個是射程最遠的工兵 所以這場對決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那就來播播看吧 因為這場比賽我也不知道結果 我有點忘記這場我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都是錄著影片然後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其實播的時候都是我第一次看比賽 我只能用即時的戰況來稍微解 說一下目前的戰況如何 好 那來講一下 瑪雅 這個不是瑪雅吧 這個藍色是不列顛 不列顛的話 他的吃陽速度是很快的 他的速度 或許速度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在前期打這個棒棒 是有一定的優勢帶的 還有打這個弱馬 但大部分的不列顛玩家 還是會去選擇打工兵 弱馬的話是比較少的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棒棒 然後轉裝甲的一個打法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地圖好了 後面的科技我們後面再講 那不列顛這張地圖 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也算是好圍的 但是這邊要圍到底 可能需要耗費比較多的資源 那家裡的話 如果左邊這樣圍死的話 那這裡就稍微這樣子圍嘛 圍個TZ 然後這樣子拉到底 是木牆這樣子 那這樣耗費支援有點會過當 所以這邊瑪雅 不是 伯列顏的話 可能要想一下 要不要把左邊圍死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底也可以 那我覺得這邊圍死會比較好 但是這邊要把這個地圖看到 才知道這邊地圖狀況如何 因為黑暗時代的話 你們要看的喔 這個木牆 伯列顏視野只有看到這裡 他只知道這邊可以圍 但他並不知道這邊的木頭 是有到左邊到底的 幾乎快到底 所以這個前期的趕路跟探陽 還有這個探地圖 要決定怎麼圍喔 是在CD國裡面 前期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很多新手都會敗在這一點 就是你們要不要知道 到底要怎麼圍 因為每一張地圖 的那個圍法都是不一樣的 那時機點 還有趕路找羊 這些東西都是算是 新手會去 比較苦惱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當初也練這些東西 練了蠻久的 那到後面大概練了一年多喔 才大概知道要怎麼圍 跟這個趕路啊 還有著羊 這個時機點 好 那來講瑪雅 瑪雅的話 川民一開始會多一個 那黃金的話 欸不是黃金 那個 一開始會多一個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 就只能去按織布技術喔 所以一開始瑪雅 一開局喔 百分之百就是點這個織布技術 所以很多新手玩家 我也蠻推薦他玩瑪雅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喔 因為一開始有織布技術 就可以讓你的容錯率喔 變高一點 就不太容易被這個 欸什麼 村民出去蓋圍牆喔 被赤猴抓到喔 這種事情就比較少 黑暗時代啦 那如果是封建時代被抓到的話 那就沒責了 原來封建時代的赤猴攻擊 會多兩攻喔 所以村民其實點織布 還是會被抓掉 好 看一下這邊用TC射桌 欸還不錯 射的時間還可以 然後有一些玩家喔 會問說欸為什麼這個野豬啊 明明這一隻還沒吃完 就要拿第二隻喔 這個原因是因為怕對方去 幹豬的一個狀況 就是 其實在高頭之間喔 搶野豬來說 是一件蠻簡單的事情 所以只要砍個兩下喔 然後慢慢走 S型 S型慢慢走 然後就可以把敵人的野豬 帶回家裡了 所以野豬越早帶回家 是越好的 所以盡量不要把這個野豬喔 放在自己家裡喔 然後故意去吃 然後等到自己的野豬要吃完才去拿 好那這種時候 很容易就會因為 野豬沒有 然後就輸掉這場比賽了 這種情況上還是有 好那目前看起來 瑪雅的地圖 比較慘一點喔 後面的墓區很遠阿 呃 右邊的話墓區也只有這兩塊阿 所以目前看起來 瑪雅是一個大獵士的狀況喔 他這個狀況我也不知道怎麼尾阿 呵呵 他這個太難尾了 可能是這邊要尾死阿 然後這邊再稍微尾一下 然後這裡再尾一下 或是這邊直接尾 尾尾尾尾尾尾尾 但我覺得這邊還是要尾一下 兵兵兵兵兵兵兵進來 這一波墓區就會被弄爆了 唉 這個是我的話 我可能心態已經崩八成了 那通常地圖很差的情況下 我都會打棒棒 然後看起來瑪雅是有 這個星喔 想要去來打棒棒 但如果是要打棒棒的話 這裡棒棒可能按得太慢了 應該可以再按更快一點了 那沒有關係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目前不列典也上了封建時代 兩邊的經濟看起來算不錯的 好 那不列典已經順利蓋好軍營 這邊都來等東京時代 開始再圍了 欸這邊確實要圍到底喔 圍到底之後 馬上下了射箭場 那這裡呢 這裡是射箭場 兩邊都是射箭場 射箭場開局沒有弱馬 好 那這邊喔 赤猴是有機會打贏鷹赤猴的 因為會多鷹赤猴一攻 結果後面出來的攻兵攪局啊 所以這個赤猴打輸了鷹赤猴 好 欸 普列典確實是像我這樣說的圍 看來 大家的圍法都是差不多的 好那這邊攻兵過來發現家裡動已經圍死了 瑪雅這邊決定要大圍喔 哇 這邊投資的成本是很多的喔 好 攻兵過來直接抓掉 哎呀 這個 瑪雅 這個雖然攻兵很便宜喔 但是這邊被抓到還是有點傷 好攻兵過來上高地直接硬射 能不能射贏呢 沒辦法啊 數量差太多了 這個要秀操作有點困啊 這攻兵看起來 偏的攻兵還是有點優勢在喔 這個數量很容易爆起來 數量爆起來很容易就打得贏 那普列典這時候趕快上城堡時代喔 那才能打出他普列典的優勢 哇這邊進來就完蛋囉 哇 BBQ了 哇 這邊獸勝收我的量也不夠多 完蛋 完蛋 這波走進來 瑪雅鑽爛了 家裡沒有兵可以走 你沒插箭塔 這裡只能撤了 哎呀 快跑啊快跑啊 公兵過來直接硬打 公兵防禦也好了 完蛋 這時候瑪雅的防禦也好 但是普列典沒有防禦 這樣直接對射狀況下 瑪雅是一個大優啊 瑪雅自己是有牌甲狀況 但是村民直接上來硬扁的話 情況就不同了 OK直接硬扁 能不能搞定 哎呀好險啊 後來的村民有上來補個幾拳喔 不然這邊普列典真的是要雪崩了 那這邊已經加速一下 那到了帝王 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普列典的工兵這個測成就會多加1喔 欸買RD二伯又過來了 那再來就是 普列典的這個 哇你又要再走進來一次喔 哇 欸太狠了太狠了 好那這邊直接鎖起來 用工兵直接慢慢射掉 那普列典已經解下了這個城堡時代喔 工兵上有一個射程上優勢 其實沒有生成奴兵 還是有這個射程在的 OK 喔很爽很爽很爽 直接秀光光 哇 這裡本來想要再走進去賺一波 結果這一波爆虧 但是 瑪雅這邊有登到四村還是稍微領先的 領先的還蠻大的 這四村 但是普列典到城堡時代之後 蓋提西基本上是半價 所以這個城堡時代爆村民的速度是很快的 這應該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把這個經濟給奪回來 好這邊我轉走 看一下能不能打到東西 好像沒破了難 直接開射 追進去啦 好這邊看起來牧場要爆了 快的工兵沒有收掉 這裡可惜 好普列典不知道會不會先優先點下這個彈道血 這個蠻值得注意的 哇這邊先點下這個工兵護甲 好但是普列典依舊還是有1級射程的 1點射程的優勢在 所以一直被秀的狀況下 阿瑪雅會蠻難受的喔 好那目前普列典是3 喔3個射電場來出工兵喔 數量蠻大的喔 這樣子他會很難去蓋這個TC 跟這個大雪 還有點這個彈道血出來 哎咦講完就已經蓋好了 OK他蓋好就好了 OK 這邊是選擇先蓋大雪 然後點彈道血 而不是先下TC 他還沒有想要開農喔 結果反而是 瑪雅這邊選擇要先農喔 先點下了一個TC 在後面的木區喔 確實要需要這樣子 不然他的木區只有這兩塊喔 被騷擾掉之後 瑪雅就要斷木了 那這邊找到開下TC 確實對瑪雅也是比較好的 好那但是普列典 這邊只要彈道血一號之後 弓兵可能就會被秀光喔 這個射程實在太重要了 你看 這邊射程可以一直射一直爽 但是瑪雅卻沒辦法反手 不能還手的狀態很難受啊 但是二級木點下了 欸不錯 這樣瑪雅經濟就會很好了 但是目前 不列典有彈道血了 工兵只能往後撤 欸 這邊村民可能會死 哇 死一村 好那這一波不列典打到東西囉 讓他收到村就賺到了 這邊還殺到一村 喔 慢慢打回來的感覺 大量村民往後遷徙喔 去挖木頭 那這邊不列典有點想要鎖住這個射箭場 跟金礦區喔 所以在這邊不動 但我覺得還是往前走比較好 好但是右邊這裡來了 有要控一下嗎 有中有動 有動的話就射不到了 OK 沒有彈道血的瑪雅 這個 努兵喔 還是有點困難的 好 不列典一個超級強軍士喔 連外面這個石頭也沒開TC喔 而是蓋這個礦場而已 好後面的農田喔 大量也被騷擾到了 金礦區後面這裡也不薄喔 瑪雅真的是有點節節退敗喔 這邊要秀操作很重要 喔這邊直接上高地 想來阻止 但是這裡有戰嗎 我可能要退一下 完蛋被TC射到 沒有縮掉 唉 我們要變立志正經 有點尷尬 好那這邊要上高地直接對射嗎 直接對射的話 還是有點優勢的 OK上高地 想要秀操作 分兩隊開始秀 前方洞 然後分雲地射擊 好那後面再散一下冰 稍微再動一下 好讓狗狗把這個射成喔 射好射嘛 OK高打地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個高地喔 讓伯烈殿拿到了很好的優勢戰 對射的情況下也是伯烈殿 一個大勝狀況 那這邊有彈倒雪的關係 這個戰毛可能要付寶了 還有一隻倒地 啊 吃到了 好 後面這邊終於要蓋一下大雪喔 突然意識到沒有彈倒雪正不行 但是這裡毛病已經開始量產出來了 好 這邊選擇是斷村點戰毛喔 因為戰毛的肉量也是消耗蠻大的 但沒有戰毛的話可能經濟會更慘喔 所以還是要趕快出這個戰毛 去解決掉不列甸的一個奴兵喔 好 但是奴兵右兵又繞了一些過來想要做包夾嗎 看來這邊工兵還沒有騷擾到金晃群 就被戰毛阻止了 戰毛直接硬打 而且這邊馬雅已經有二級遠防了 所以工兵打戰毛的傷害並不是那麼好 看來上面這波工兵要准敗了 右兵這波騷擾也被抓爆 這邊竟然又被騷擾一次 但是並沒有騷擾的村民 馬雅這波守得相當不錯 從這個戰毛 紅奴兵轉成戰毛這個狀況 讓自己損失的村民相當少 本來還以為內波上去 這一坨的村民應該會損失慘重 除了他這個戰毛 他慢動起來連二級防都有了 完全抵抗住了不列甸的進攻 好不列甸這時候還出了這個工程師製造所 看來是要出投石車來砸這個戰毛 好這邊還想要用一隻戰毛秀操作 太狠了一隻也要秀 很想要把這隻村民給秀死 但有辦法嗎 哎呀殺一下就死了 3滴血 好大量戰毛再過來 但是BK已經蓋好了 但是不列甸沒有經濟喔 沒有黃金可以去點這個投石車的三級 不是三級喔製造 哇這邊賣了一點東西喔 去換金黃金買了一百木頭 好這邊馬雅卡人口啊 八十村 八十個單位喔六十二村 好這邊上高地 上高地 我覺得這邊馬雅還是要硬上喔 不然投車一出來這邊就更不好秀了 畢竟現在馬雅也有彈道學了 兩邊只用彈道學硬打會比較好 好但是目前不列甸還是高地優勢的關係喔 還是順利換到了蠻多的戰毛兵了 戰毛兵這裡確實也換光光了 馬雅又陷入了困境 這一波進攻不確定到底是好還是壞阿 好 在投車開始出來砸的話 那馬雅會更難受了 這邊又要被入侵 家裡沒有城堡防守 沒有人挖石頭 但是不列甸3DC也順利開了出來 開始要來農經濟了 喔這邊這時候直接來蓋個大亨寶 但這個城堡蓋的位置挺奇怪的喔 雖然是說是馬雅的門面喔 但你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去蓋這個位置喔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蓋更裡面喔 但是有點太裡面了 可能蓋這個位置也不錯喔 可以鎖到一點黃金喔 跟木區 那蓋這個門面的話 嗯 我覺得對馬雅來說 並不是非常傷人一件事情喔 但是還能接受的一個地點 並不會受到任何的一個經濟的 騷擾 然後他後面只要這邊再圍個石牆喔 這邊再圍一圍 那這個城堡 做一個突襲 對我們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但是馬雅這邊慢慢轉出了老鷹喔 老鷹的話打工兵確實不錯的 好 二級防禦也要慢慢點下了嗎 還是這邊要再繼續先農一下呢 老鷹的數量有點多喔 然後這邊馬雅的話 挖金人數可能要到20幾人 可能會比較夠喔 不然這個黃金有點少 本來爆出大量老鷹喔 好 這邊頭車砸得不錯 直接換掉一台不列電頭車 這個踢地板沒踢到 兩邊都在勾心鬥角 想要修一波操作 但不列電這裡有工兵設定優勢射擊吧 想要殘血互換 沒換到 這邊是高地喔 欸這是高地嗎 看不太出來 應該是平地喔 差點就換掉而已喔 只砸到一兩顆石頭而已 好那看起來這一波交換 瑪雅也是進主的權力喔 並沒有收掉對方的頭車 看起來向二方 瑪雅要來進攻囉 英勇士舉起他的盾牌 跟長矛又往前衝了 但是不列電出長弓兵 那我們之前影片有提到 這個長弓兵喔 在這個版本裡面 最好是移到城堡時代 有城堡就開始轉這個長弓兵比較好 畢竟這個強弩的升級喔 現在消耗量非常太大了 你消耗這個 你去升級這個強弩喔 不如升級這個長弓兵的精銳 這個雖然食物要一倍喔 強弩升級了一倍 但是至少 可以讓自己的這個射程 拉奧陣 好 大量的瑪雅從下往前衝 上面有三隻 直接 欸唷 砸到 三毛直接來收掉左邊這邊 中間這個位置只能伐木 很尷尬 但是瑪雅已經在下面 但是城堡這裡有個高地堡在防守 城堡移過來 瑪雅的老鷹損失有點慘重 哇死的有點快 老鷹還是很害怕城堡的阿 不能這樣送阿 哇 老鷹要送光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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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的天我看了三十 恩 天阿 這一波瑪雅 很尷尬 老鷹出這麼多隻 結果沒有做到任何事情阿 哇 我看瑪雅真是涼透了 普列典這邊還優先上持寶時代 哇 這一波奴兵也解決不了 我看不列典還是會去升級這個強弩的升級喔 畢竟自己的常攻兵的數量還是很少 沒有按太多 這裡還有一些戰矛 看來這邊石頭挖完了 所以沒關係趕快跑就好了 欸 可能會十兩村 十兩村往後拉一下 往前嗎 鐵包往前 這工兵喔 也要趕快一直往前比較好 雖然裡面有投資要小心一點 但是 喔 他看來是要先等到帝王時代才會繼續往前了 好 那這邊會有靠買賣點一下強弩嗎 還是不靠買賣點一下資源呢 好 巨型投資機開始出來了 喔 結果瑪雅要來 遠距離 那瑪雅的話可能要趕快把這個城堡 拆這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可能會好一點 或是把這個射箭場滴掉 好 然後去蓋這個城堡 然後把這個土金鎖住比較重要 欸這個位置喔 如果城堡蓋這個位置的好處喔 可以鎖到這個對方的石頭 說不定還可以去挖他的石頭 優肯 這個石頭的位置在這裡 他沒有挖石頭 所以瑪雅有點尷尬 他現在不挖石頭 上帝王時代正常升到精銳 老鷹喔 也不一定可以打得下太大的經濟 那目前對瑪雅最好的狀況 就是用這個老鷹喔 全速去騷擾瑪雅的一個後面的經濟支援 而不是別跟不電電打正對面喔 打對才不太好 對應該還是要像剛剛那樣繞 只是那樣 欸這邊繞進去了欸 來不及蓋 尷尬啊 直接衝進去了 老鷹直接縮進去 攻擊力 9加1 遠防有8喔 遠防高 遠防真的很高 這麼多袋射還是扣這麼慢 好大量老鷹直接正面10X 巨頭看來也要不保了 大量老鷹直接打正面 沒有想要來騷擾 直接去把正面部隊逼到城堡裡 巨頭也順利解掉了 那之後老鷹應該是會繼續往後串喔 不可以再回頭了 好那大量寨毛 直接開始打村民 瑪雅 看來這一波的進攻不錯 這一波的反殺有點受到傷害了 好那不列顛這邊開始升級 裝甲步兵的升級 看來是要出步兵喔 去抵抗這個瑪雅的英勇士喔 所以這邊 不一定要出裝甲步兵喔 出騎士也是可以的 烏雷田騎士防務也是全滿喔 只是比較可惜是沒有品種而已 出騎士喔 黃金也是消耗蠻大的 但是很有效的可以抵抗瑪雅的這個英勇士的進攻喔 因為已經英勇士跑很快 你出步兵不一定打得到 追的追的話也是追的蠻痛苦的 好大量的英勇士 但是還在騷擾村民食傷非常慘重 已經殺到了27村了 但這一波時間也確實讓瑪雅有一根很好的發展喔 連主經都慢慢挖了回來 這波攻勢 讓他不虧 雖然看起來看似掉了很多英勇士喔 但這一波來說我覺得是OK的 反正是不列電這邊喔 很尷尬啊 這個奴兵一直沒有升級為強奴 如果升級強奴 以我化學的狀況下喔 打這個老鷹還有2點傷害 如果沒有升級的話 怎麼打都是ED喔 所以這個奴兵到底要不要繼續慘喔 也是不列電的問題喔 因為畢竟自己的經濟喔 剛剛受到了騷擾 再繼續往前送的話也是個問題 畢竟現在出強奴的話 老鷹還是可以輕鬆解決掉的 好 石蟲繼續挖 但是完蛋這一波被抓到會很慘 欸 使劍能走進去嗎 欸沒有直接走進去 欸這裡有洞 來不及補衝進來了 完了 左邊這裡大量的挖石蟲只能倒地 再來又被鬧了幾隻英勇士 進來又來BBQ 英勇士太強了 雖然沒有升滿攻擊力 但是燒到的效果還是一級棒 抵抗健身力太好了 這個就是會俗稱人家說的喔 會跑的哥德護衛隊喔 沒有哥德護衛隊都是用走的啊 這個英勇士喔 是會用跑的 這邊把自己直接包起來 也被繼續受到傷害喔 不列顛沒辦法用弓兵去阻止喔 好 都能出到這個雙手劍兵喔 雙手劍兵一好 開始可以蓋出來了 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補一下自己的軍營 軍營要多喔 這個才比較好爆出 這個大量的雙手劍兵 不列顛的村民已經降到78村了 瑪雅則是到了125村 經濟越來越好 騷擾能力越來越強 不列顛能繼續抵抗嗎 好 大量的工兵直接拍攝 但是對瑪雅的這個老鷹喔 沒怎麼看見到效果喔 宛如抓癢啊 有城堡的話就不一樣喔 城堡傷害就是高 色爛 OK 還是要靠城堡來解決老鷹的 那現在問題喔 就是可能找個機會喔 去把這個城堡蓋這種高地喔 或這種地區喔 鎖住門面比較好 好 大量的工兵想要直接往前 結果直接被家裡出來的老鷹直接吃掉了 這一波騷擾 忽略一點血虧 喔 這時候瑪雅還點下黃金國 黃金國可以提升瑪雅的血量 這個老鷹的血量可以到達100滴喔 這次全遊戲裡面老鷹血量最多的文明 這邊步兵這個洞你到底要不要賭 要再來一次 再鑽一次洞 下面這邊也被弄 右邊這邊也被砸 城堡蓋好 城堡蓋好應該是 欸這一波還不錯喔 但是這個躲孔子然後研發一下 好 那手退抽的也點下 大量的說明 好 當然林勇斯直接硬拆這個TC 喔TC喔 射箭槽 那這邊劍勇阿 要趕快去鏟鏟出來 好 更多的老鷹看來要來自己 直接過來手撕城堡 應該會招一台巨頭 這個老鷹被城堡射還是很痛阿 老鷹過來了 大量的村民要收村嗎 好 村民繼續收村 但是村民樹還是被騷擾到 當然這裡不略點有蓋這個城堡 稍微騷擾到了 瑪雅這邊的經濟 但問題不大 因為瑪雅的村民樹已經來到了一百多村了 好 那這時候瑪雅還點下這個 福爾切直毛拼 這個能力呢是可以讓戰矛 瑪雅的戰矛可以變成兩發 反正是丟一發戰矛 變成丟兩個戰矛 就讓這個矛變成兩發字了 欸 這個市集要掉了 好 家裡看起來慢慢鎖出了 這棟城堡看起來沒救 技術就還是要被直接吃掉了 好 左色空有研發好 老鷹還是比較蠻多熱 好 像他這個來說 這個城堡已經做到他該做的事情了 有讓他這波進攻沒有變得那麼猛烈了 雙手劍兵過來 喔 你看這個毛兵一次頭兩發喔 非常的賽氣 雙重戰矛戰術 哇 這個工 這個雙手劍兵沒有防禦喔 被戰矛丟很痛欸 但是不列典中間這個城堡 並沒有被偷偷拿下 所以這個巨頭可能趕快去中間 把這個城堡拿下來比較好 好 那也是不列典經濟慢慢回穩了起來 村民回到了91村 那瑪雅這邊村民出來到了快140村喔 經濟非常的猛 但是地圖上遺跡沒有任何人在哪 地圖上的5個遺跡 看來被他遺忘掉了 大家一直在打架 沒有時間去撿這個遺跡 好 巨頭開始正面要硬拆了 這時候 普列典都容易把這個雙手劍兵點下去了 二級的裝甲 鐵點啦 家裡的漏洞也順暖補了起來 但是只有這個牧場還是很容易再次被打進去 相當危險的 好 那這邊雙手劍兵 看他左邊有大量的一個毛病 老鷹喔 老鷹喔 所以這個劍勇 不太可能直接去上硬檔 因為這個雙重毛病的傷害也是滿高的 你看看這邊 哇 你看這邊結集火 還是可以輕鬆收掉對方的一個雙手劍兵 大佛戰毛都是這麼猛 好 這邊打出了一個洞來 這邊要再繼續圍喔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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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裡還沒有注意到已經打進去了 右邊在圍石牆 OK 劍有洞研發好了 三級板甲還沒研發 板甲還有20秒的時間 板甲一好了之後 就可以稍微抵抗住 這個毛病的傷害 可以比較能去做進攻的一個動作 目前其他地區喔 看起來沒有太大的一個關鍵 我們來看這一波決戰 這一波決戰 有關英格蘭的生殖 人物能打出個洞 打出個洞之後 大量的劍勇直接補上 欸 來不及補下房子 大量勇勇是直接走了進來 這邊看起來是要捨棄 這邊的戰毛兵啊 戰毛兵被大量的劍勇直接往上硬砍 直接把他們砍到頭破血了 大量的一個戰毛倒地 好 看到這邊 但這邊繞進去之後 劍勇也慢慢跟上 跟上之後 英勇士殺到村民市上好像並沒有很多 但是英勇士還在努力的抵抗 英勇士打不贏這個劍勇的 劍勇殺很高 防禦也不錯 反倒是英勇士的防禦喔 為進防幾乎是沒有的狀況 只有0加3阿 哇 大量的英勇士 直接被倒地 攻兵 可是這邊攻兵有點送一波 有點尷尬 好 這波劍勇打得不錯 確實這波開戰喔 讓這個普天典 打回來一點點喔 但村民說 現在還是要繼續補喔 不然這個營機喔 會有點糟糕 欸 結果這邊補列典 沒有在外面挖死黃金阿 反倒是這邊喔 大量的巨頭已經出來準備要來拆了 他躲在這創區 但是這裡進武雖然很多 看來一台巨頭都拿不到 就要倒地了 喔 還是拿到了一台巨頭 但是大戰勞力也硬生倒地 這個金龍的傷害很高 想來直接硬砍 哇靠 但是這個戰寶兵很大量阿 很大量的戰寶兵直接硬砍的話 這個戰寶好像也是能做事的 OK 這毛兵 很痛很痛很痛 好 三台巨頭 但是修的村民來到了十六次 應該是修的話 這時候三巨頭的效果就沒這麼好 反正是這個毛兵喔 效果很強阿 大波的戰寶傷害喔 兩倍的戰寶量 打這個攻城器也是蠻好用的 好 由於這邊產的是 近有的關係喔 可能是被風箏喔 像這樣子 直接一個閃射喔 瘋狂閃射 還是可以換到非常大量的一個劍勇 這個火劍喔 看起來很痛 火毛 很大量 兩倍就是不一樣 這個戰毛超多隻的 好 瑪雅的人口一直在維持200人 想辦法把這些劍勇給處理掉 但是這邊阿 有了紙村在修理喔 其實是拿不下這裡 但是這邊蓋皮蓋了一半 被阻止掉了 哇 這個PC也沒取消掉 布列典再繼續把這個皇帝拿下 這邊的話 布列典這邊正面還進攻 直接硬砍 但是可是自己非常大量的一個劍勇 但是也砍掉了蠻多隻的戰毛 但是戰毛是不用還金的 所以這裡總體來說 還是布列典有點小虧喔 好這裡蓋了一個木槍 想來阻止英勇士喔 英勇士這邊直接硬上 英勇要來砍了嗎 看如果右邊硬上的話 左邊又會被戰毛打 很難 很量難阿 那要先打到左邊還是右邊阿 如果打右邊英勇士會放風箏 左邊就可以用戰毛直接硬拆 哇 這一波瑪雅打得不錯阿 直接掉五離山之境 順利的把三巨頭解決掉 三巨頭終於沒有要拿下城堡了 武秀特典實在太多了 大量的劍勇直接正面交戰 沒有要控兵了 直接硬打比較好 但是這邊是直接硬點這個劍勇 欸巨頭嗎 怎麼沒有在打 哇 這邊布列典的劍勇出現了一點問題阿 並沒有很快速的 去解決掉中間戰場上的不解戰毛兵阿 戰毛兵現在被貼到了 損失還是蠻快的 當然也是這裡的劍勇已經損失非常多了 再送下去的話可能會沒辦法 好 那這時候終點一下自己的騎兵升級阿 還是要來打這個肉馬 比較實際一點 畢竟這個 劍勇 跑得太慢了 那有新騎兵的話 打這個戰馬 效果也是蠻好的 好 劍勇過去一直被送 防禦點一下 直接打木牆 這裡要被打這個洞來了 這時候瑪雅 要進來了 補列典要再次騷擾 哇瑪雅這邊經濟實在太好了 2000肉2000木頭 雖然黃金上有點少 但問題應該也不大了 後面的瑪雅的老硬已經衝了進來 是 看著 好 承三個村民也被抓掉 要來抓野精 結果自己的家裡也是被弄得很慘 能不能 再搬回一城的瑪雅 看起來是有點困難的 村民術剩下126村民 沒什麼單位在防守了 家裡有很多輕奇兵 但是防禦還沒有滿 三級訪沒有滿的狀況上 直接硬衝的話 也會倒地的 比這個肉馬是沒有這個血統的 沒有血統就沒辦法擋得住太多攻擊了 雖然有三級房 那我們就來看他這三級房能不能打出一片風采吧 好 博烈今天看來這一波要衝刺了 這一波衝刺 會打盧可呢 三房還沒有好就衝了 直接硬砍老鷹 老鷹也是一身倒地 但是馬是沒有太多防御的戰毛直接集火 倒地的速度很快 好 有三房之後打這個戰毛兵的效果就不錯 但是大量的一個戰毛散射 打肉馬的傷害還是很高 哇靠這個瑪雅的戰毛兵太強了 連肉馬也能輕鬆打倒啊 哇 家裡這些英勇士還在騷擾 布列典經濟再度爆炸了 後面大量的安全農田也被騷擾到不要不要的了 戰毛在吃競技場 還有這個劍勇 想帶來阻止 當然是有點困難 這個閃射戰毛實在太強了 大量直接開始射 導致布列典這邊出什麼都不對了 這邊布列典最有辦法是出投資車哦 出這個鐘頭 直接硬砸會更好一點 如果只出肉馬的話 這邊要非常大量肉馬才有可能打得贏 但是布列典經濟是不允許他出這個投車的 看起來這一波進攻要沒了 直接傷到大片農田 TC兩個也要沒了 衝刺直接硬撞 打出了GG 好 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發展 瑪雅這邊是完全領先的 這應該也沒什麼好爭議的 因為畢竟瑪雅這邊經濟爆的比較快 伯利典打強攻沒有蓋上大量TC 反正直接打強攻的關係TC落後非常的多 村民也是落後的很慘 所以導致後面經濟很多都點不太出來 而且瑪雅最後點下了黃金國 跟這個閃兵的科技 所以這個雙重的閃兵散彈槍效果 打這個戰毛也是很好 瑪雅跟布列典這邊的差距 就是差距在沒有升級投車而已 如果布列典即少出這個投車的話 可能就還有機會 好啦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